美国做梦也没有想到 中国和俄罗斯竟然在短短的十几年当中 研发出了隐身战斗机 这样本来能够依靠隐身战斗机 取得制空权的美国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短时间内美国还是研发不出六代机的 毕竟研发一款战斗机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那么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内 将如何应对中俄的空中压力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美国盟友多多出售五代战斗机 这样一来美国既赚了武器装备的钱 同时还能够让自己的联盟空军实力大增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整个联盟跟中俄进行对抗 美国的压力就小多了 于是乎美国就将F-35隐身战斗机 首先卖给了日本等国家 因为日本和韩国是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战略支点 只有日韩的空军强大了 才能够阻挡中俄向太平洋进发 本以为在日本和韩国部署众多的F-35战斗机 就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 然而现在看来 日本所购买的所有F-35战斗机 都部署到了北部区域 也就是说 日本的F-35战斗机将主要用来对抗俄罗斯 显然美国和日本还没有意识到歼20的巨大威力 而等到歼20形成一定的规模之后 恐怕美日才能幡然醒悟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美国和日本把主要的隐身战斗机力量 对准中国也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中国的歼20不仅更成熟了 而且我们还拥有了反隐身雷达系统 隐身战斗机在我国的雷达面前将无处遁形